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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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什麼隊友 什麼都不奇怪 我是阿森 好像每次開頭都講這個 下次開頭我要多一點電話 我們今天啊 要來那個 不是 我們今天又要來介紹手機殼了 然後今天介紹手機殼 其實啊 我除了會開箱泡泡碼客之外 我很多都會開 只是說看你們喜歡看什麼 但是 對啦 今天還是開一下手機殼 因為阿森我買了手機殼還蠻多的 上次啊 我有跟前幾集 最後面影片可以放連結 有介紹過啊 Hoda他出的這一款啊 齁 那個叫做 彩石殼 彩石殼 旁邊有防滑邊條 漸層的顏色 紫滑 獨立按鍵 金屬鏡頭框 彩石殼 上次介紹過了 然後吸力很強 Hoda他們本身的那個吸力都很強 然後這次 要介紹Hoda更新的 這叫做 羽石殼 魚 這是羽毛的魚 石 還是一樣是石頭的石 顧名思義 他就是青如紅毛啊 他只有30克左右而已喔 跟他比起來的話 他大概只有他的 這個大概45克47克 但是拿起來的重量就差很多了 當然防塞能力這個是比較好 可是你今天想要的是裸基感的話 雨石殼你絕對不會後悔 很多人啊 會覺得說 這種殼 他有沒有防塞能力 有些都做非常的薄 還蠻國語 非常的薄 他就沒有什麼防塞能力 但是啊 Hoda他的雨石殼啊 他有四個邊角 三個邊角做TPU材質 讓他墊高 就像是上次的那個材石殼一樣 放在桌面上 你比較不會刮傷你這個體驗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他這個在撞擊點的時候 撞到掉下去的時候 他這個角角啊 會有一點點緩衝的效果 當然效果大不大耶 看你怎麼撞擊 我不敢跟你說啊 撞下去一定沒事 但是為什麼這次啊 我要特別介紹這個 雨石殼 他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很薄 他的手感啊 就裸基感啊 的手機殼 我也買很多了啦 SwitchEasy啊 或者等等之類的 那都是做到超級飽 大概0.45mm的厚度 但是 最特別是說 他們是用複合式材質 複合式材質 有沒有聽過 這個 背板是PC 邊框是TPU 怕他變色 把他加了那個防滑材質 染色 但是他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這款雨石殼啊 有出三個顏色 黑色紫色跟全透明 他竟然 設計到 把這兩個邊 跟背板 做PC材質喔 PC材質是硬的 人家其實是硬殼 是不會變色 遇到那個紫外線啊 或手藏膜的地方 不會變色 但是 PC材質如果說要裝進去的話 做厚一點點的話 就會很卡 很難裝進去 但是 HOTA聰明 畢竟人家有設計 有大腦會去想 上面這兩塊 有沒有看到 軟趴趴的 他是 TPU材質 如果說我今天買的是透明的 像是我 阿神 現在這隻 這個就是透明的 他這兩天 是 那個TPU材質 所以是軟的 所以裝進去是非常的好裝 然後旁邊是用硬殼 所以說 他的好處就是說 硬殼的時候 他不會變色 PC材質幾乎不會變色 會變色就只有常接觸滅的 TPU材質 那他PPU材質就只有這兩段 做TPU材質 所以說 讓他整體看起來要變色的機率 大為降低 然後獨立按鍵 金屬獨立按鍵 然後 這兩個 四個角角 他有一個 稍微像是空隙 讓你有一個撞擊的緩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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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講起來 他還是 沒有像是那種 HOTA他們的 彩石殼 柔石殼 金石殼 那麼的耐撞 但是 裸機手感 拿起來 真的非常棒 因為他這個 四個角角 做得比較 小 所以說你握起來的話 握持的手感 也不會相當他那麼的寬 比較 骨粒 但是也比較 好掌握 然後 看喔 可以彎 因為這兩邊是軟的 雖然他是可以彎的 一般的透明硬殼 幾乎都是彎不掉的 而且 透明硬殼的話 很容易就是會裂開 但是他真的是很聰明 我覺得 HOTA這間公司 除了做保護貼意外之外 他真的 蠻用心的 這也是我買了那麼多可支 之外 第一次看到有人 用複合式材質 做這個冰框 不然的話 不是全PC 就是全TPU 當然他在 銜接處 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 銜接點 一條線的銜接點 就是 PC跟TPU的銜接點 他做得很輕微 所以插心 沒什麼 看得出來 這是我要特別介紹的 另外一點 要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這兩邊啊 有一點點公差 所以說你買的時候啊 嗯 我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按鍵啊 搖晃 會有聲音 因為他是放在 這個 獨立按鍵 然後是放在PC材質 所以會有聲音 是正常的 如果沒有聲音的話 就是公差瑕疵 他按鍵會卡卡 因為我買到一個 然後去店面 開第二個 也是這個樣子 那開到第三個的話 就正常 那他們要跟原廠反應 就是說 要跟那個原廠反應啊 因為 這個Pro Max 就沒問題 但是我這個Pro的系列的話 就是 開了三個耶 按鍵都會卡卡 看到第四個才正常 這是 這是要跟你講的 他的 雨石殼 喜歡裸桿 跟稍微有防護的 非常建議買這一款 Hoda的雨石殼 羽毛的羽喔 好 然後接下來啊 要各位介紹的 就是上次我講過啊 假設你今天啊 拿的是 14Pro 然後 他 Hoda的殼 都會有四安的角角啊 離地 讓你不會卡到後面的殼 所以說 雅果元素的C2 放上去 卡到殼的 所以 4Max 當然不用擔心 這我就不講了 你今天如果買的 就是Hoda 他原廠的 這個是 我看一下 嗯 有點老花耶 3400 耳電容量 3400mAh 的行動電源的話 原廠的 他磁吸 磁下去 剛剛好 完全不會卡到 他那個邊邊 你想 跟C2比起來 C2比較薄 但是 他就不會卡到邊 這就是原廠的 如果說想要用Megasave 就磁吸 一邊拿著 不用用一個尿袋啊 一條線然後那邊用 直接手握著 賺滿方便的 這就是我喜歡磁吸 試行動電源的 原因之一 然後 近期 EVAG 這個 我還要多提嗎 應該不用吧 這麼有名的防災款的廠商 他也出了 行動電源 Megasave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貴 但是 見人見智 我 他 他建議售價 1980塊 這個 990塊 這個 1290塊 全女製 但是 UH 這個要1980塊 等一下我就跟你說 我們為什麼會買他 他有三個顏色 這個是 墨綠色 最好看的 而且也是最缺貨的顏色 白色 黑色 各三個顏色 然後他是採用 4000mAh的 他的尺寸大小 吸在那個 Pro上 也剛剛好 也完全不會卡到 所以說你要找 要找在 找大概 10公分之內的 或 10點幾 10.1 10.2 他們的行動電源 大概就不會卡到 你這個角角 如果說你真的是買了那個 Hoda 的殼的話 如果說 不是買Hoda的殼的話 沒什麼差 就是 隨便行動電源 反正沒有腳 一樣就可以了 他這個賣到1980塊 我只能說 偏貴了一點點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 當你磁吸啊 的充電的時候啊 他會比較燙一點點 他會自動斷電 但是其他的行動電源 會變成手機 寫說 溫度過高 然後 暫停供電 手機會上面顯示 但是我發現 UAG的話 他會自動停止供電 不會讓手機 顯示那個 他手機顯示溫度高高 我不知道 那是對他有沒有傷害 他是手機的 本身的保護機制 但是UAG 他本身就會 好像是 偵測到吧 然後他就會停止供電 然後他還是一個USB孔 然後按一下之後 開始充電 然後按兩下之後 停止充電 然後吸上去之後 他也不會自動充電 要等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才會充電 所以有些人 就像是我 我喜歡這樣 拿著 就握著就好 我不想 充 我要充再充 但是有些廠牌 他就是 這樣去就自動充 見仁見智 看每個人喜不喜歡 他有一個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行動電源 他們都會有那個 一個 尖尖的 然後讓你可以站立 現在在站立 像我有一個Anker 也會 就站這樣 看影片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不符合人體工學 很多其他的行動電 他不符合人體工學 他在他角度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怎麼看 可是 一位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這樣 無軸層的 那你放置 而且他這個軸層做得非常的堅固 各種角度啊 他都可以放 所以當你是趴著 躺著 睡著 什麼姿勢的話 他都可以用各種角度 而且他這根做的真的是質感很好 很堅固 這一點就是 我覺得他有那個價值 1980 的原因 這一點跟那個提醒子供電 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然後 平常不看到他也被用這樣 直立式的 追劇 瞧好你最強要看的角度 這是很多 磁吸式行動電 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大角度的 這是唯一我看到一顆可以做到這麼大角度 所以說我才會購入這顆行動電 不然的話 磁吸式行動電 我說真的啦 我還蠻多顆的啦 對啊 但這一顆就是為了這一根 跟他的停止供電 然後質感部分啊 跟溫度部分的話 他也都控制得非常的好 以這個價位的話 他不會做到很大 因為牙火元素的話 做得很輕薄很漂亮的 鋁製的 但是他就是 達到一定的溫度的時候 他全鋁製的話 溫度拿起來的話 我都覺得 蠻熱的啦 但是他這個算是有點 鋁製再加上一點點 這材質跟原廠的不相上下 很舒服啊 就是說 他做到這個價位地帶 然後有時候 你就看看有沒有哪裡 還有折扣啊 折扣大概17001800左右 可以入手 如果喜歡UAG這個廠 而且本身也是 UAG手機殼 的愛好者的話 這一顆 誒是誰 金鐘獎營地 無抗能 所代言的 UAG行動電源 可以去購買 各大的那個 Icedo啊 或等等那個專賣點豆 再買 他就只有 做這一顆而已 因為UAG 是手機可專家 但是行動電源 這是他唯一的一顆 白色 黑色 綠色 綠色應該外面 比較少買得到 要買得到還要去網路上購買 這個角度 跟供電問題 不錯 OK 大家如果說有喜歡啊 我的 產品介紹 或者是說有想要小看的 歡迎在我下面留言 我就會去買來 開箱給大家看看 跟各位介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iPhone15上市的話 我會去買 各家廠牌的手機殼 然後介紹給 大家 看看哪一個手機殼 是你們喜歡的類型 等等之類的 包含之後 我也會開箱 Castify啊 等等的手機殼 因為Castify 算是我心目中的 手機殼的 LV吧 不算是M4 算是LV而已 因為 再比 Castify更貴的手機殼 一堆 OK 大家 掰掰 掰掰